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先請部長 何元早 早 部長 我再問一次喔 是 保存維護我們國家重要的歷史文物資產 是不是我們文化部最重要的業務 是我們的職責 是你的職責 也是我們文化部的使命 是 是 但是呢 剛剛有委員問到 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的文資審議委員 一致全部通過 台北機場要全區保留 那有其他委員問到 交通部台鐵打算再提起訴願行政訴訟 我看到部長你的回答只是一句尊重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態度 真的讓人很失望也很傷心 部長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展示你的態度 你身為文化部 你剛剛告訴我 維護國家重要的文物資產的保存 是你文化部的職責 也是使命 那請你好好的 表示你一下態度好不好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交通部跟台鐵 他們提起訴願行政訴訟 你的文化部的態度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他如果說在他這個單位 他在程序上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尊重 這是我講的 第二個 我希望透過 我們跟交通部 因為這個到底是台鐵 台鐵自己提出的 我們跟交通部 這個協調的平台 希望說他不走在這個程序 那麼第三個大數 我們如果說在整個上面來 我們會以更積極更快速的態度 那麼提出一些具體的 那麼未來要如何的這個火化 我們的時程表的要做出來 所以簡單一句話嘛 部長 我說了你的態度嘛 我態度 你到底贊不贊成所有的文資審議委員 大家一次通過台北機場 就是要全球保留 對於文資委員的這個審議委員 我絕對贊成 絕對支持 絕對支持 是不是應該 透過你們所謂的部會溝通平台 對 跟行政院講 我們就是要全球保留 因為這是台灣重要的國定估計 對 我想 我這個是剛剛委員所提 正是我要馬上要做的事情 我們立刻再透過跟交通部的協調 態度積極一點 協調 態度積極一點 而且呢 態度要更堅定 我很怕 前幾天一件事啊 剛剛有委員 績笑說啊 交通部要是提起訴訟啊 文化部可能會輸掉 我很怕 文化部真的是態度軟爛到不行啊 前陣子 財政部 說要把全台灣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的條 得他那個辦法 標注辦法要修正 所謂的文教設施裡面 包我們的歷史建物 包我們的文化古蹟 包我們什麼自然遺址等等 同樣要列進去 古蹟能不能標注 歷史建物到底能不能標注 部長你告訴我 能不能標注 他這個我們跟那個財政部啊 有沒有違反文資法 我們跟財政部已經協調了 那麼他屬於這個方面啊 將來 那麼有幾個前提 第一個如果說你要使用的話 那麼就所謂活化利用的話 我先問部長 對 財政部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事先找過文化部 他 有沒有事先有沒有找過 這件事情 我們事先啊 他那個 事先你知不知道 國有財產區 是他想的太單純了 所以 有沒有 事先也沒有找你嘛 對不對 所以他想的太單純 所以事後我們馬上 媒體上馬上就講嘛 媒體上連他們國產署自己都講嘛 國產署沒有文化專業 所以只能用租金競標的方式啊 先決定成租人啊 所以我們 可能的一個公務人員 是我們堂堂正正國有財產署的公務人員 不懂的文資法 還自己承認沒有文化專業 也沒有事先問過文化部 結果在這件事情上 文化部的態度立場是怎樣 他的事情一發生以後 我們就主動去找他們 告訴他 在專業上面不能這麼做 他們上個禮拜 還在針對這個標註辦法 正在進行公告 你有沒有去提出異議 有沒有 這個標註公告裡頭 我們事實上 只把這個配套做法 有沒有提出異議嘛 他現在正在公告 歡迎各界指證跟提出異議 你文化部有沒有提出異議嘛 我們把所有的配套做法 都給了他了 給了嗎 給了他了 我今天早上還在問你們 文化部內部的官員 還告訴我 財政部到現在 連一聲智慧 通知你們開位 協調都還沒有啦 你們送什麼計畫 文化幾號 我請我們那個 哪一天送的 市局長來說明 哪一天送的 我先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於這個標註這個事件 一出來以後 實際上部長就指示我們 我們先擬定了一個 通案的一個 古蹟粒子建築 所有錢人委外使用管理 你先告訴我 你擬定了之後 你到底跟財政部 提出異議了沒有 他的公告時間已經到了喔 3月12號到期 我講的是 他的那個公告是 促餐辦法的 實行細則的修法 他的修法的公告 這裡面含著就在於 所謂的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的 一個標註辦法 那是法原下面就是標註辦法 他更改的文教設施裡面 把所有的歷史監務 古蹟 只要是國家有的 國有財產署有的 他通常把它納入在這個 他的辦法裡面啦 你現在去提出意義的 就是針對他這個辦法 不能這樣子搞啊 你有沒有告訴他 違反文資法 我先告訴你 你應該最清楚 文資法的第18條 告訴我們 所有的骨蹟 不管是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要管理維護 你們公有骨蹟 必要要委任委辦 或所屬機關要委託 等等等等 通通通通通要經過一個管理 維護辦法要先送審議 私有的骨蹟 依前項規定辦理的時候 也應該經主管機關審查後為之啊 公有私有 不管要做什麼事之前啊 不管你在委任委託或怎麼樣啊 都要先有一個計畫審議的過程嘛 那現在財政部的 這樣子的一個辦法要修正 他在他的公告裡面 到底你們有沒有告訴他不懂文資法 有沒有告訴他們違反文資法 跟委員報告他修的法 不是文資法的辦法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總共有 他們當然不能修文資法啊 我現在就在告訴你們 他們要修促餐法嘛 裡面的促餐私刑系者裡面 有關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的處理原則嘛 跟他的標售辦法嘛 這個法 法員他們要修 他們正在公告他下面的辦法 施行系者及辦法 他們跟著要動耶 是 跟委員報告 所以你要去提出意義啊 他們的委外的辦法 他未來所做的行政程序 都要以文資法要做 這個文資法是他的上位計畫 他所有委外的話 他要以文資法來做 這是第一個概念 所以 局長 第二個概念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好 你先講 我2月16號有幫他們開一個會了 開一個會以後 我們要開第二個會 就是說 針對他72處 所擁有的古蹟跟歷史建築 我們要每一個案 就像剛剛委員所講 每一個案 他做委外的時候 都要經過地方主管機關 因為他還沒有達到國定古蹟 所以他先要經過地方主管機關的審議 他還可以委外 這部我們有要求 你們有要求 財政部怎麼回了嗎 他們願意 所以我們現在在排第二次審議的時間 要請他把72處的古蹟跟歷史建築 全部拿出來 然後我們請地方政府一起來 然後一起幫他開會 然後幫他擬定一個未來要委外的方式 那我們建議他不要用標租 他標租裡面是一種委外的方式 所以說現在他們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出租 一種就是這種 那個出租 就是OT還VOT ROT這部分 所以文化部的態度要堅定 是是 古蹟不能用標租 就是不能用標租 是不是 部長你自己在你的臉書上寫啊對不對 你還幫國產署講話咧 你說國產署的形勢 是一種委託管理跟古蹟活化在利用 錯就錯用了 標租兩個字嘛對不對 他原來想的太 所以我一看到他這個事情 我馬上請我們那個 那個局長 去跟他們去談 就交給他 你應該怎麼做 這件事你們會輸給交通部啊 你不要在財政部的這件事情上面 你們還輸了立場 還不維護我們的歷史古蹟耶 我們立場堅定 這個方面就是 我講一句比較簡單話就是 什麼時候文化部要去 立場堅定態度謙和 那我絕對是以堅定的立場 再讓你講一句八字真言是什麼 所以他現在已經改掉了 立場確定態度謙和啊是不是 對啊但是我立場絕對是堅定的 立場絕對是堅定的 所以我教你怎麼做 我把所有配套做事都給他了 既然立場是堅定的態度是謙和的 但是要加幾幾兩個字 你什麼時候要找財政部來談這件事 我們可怕我們已經在2月份 已經找過一次了 可怕在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要召集全省全省各縣市來 3月底以前 3月底以前 找財政部 找各地方政府 請把這個整個歷史古蹟要活化再利用 請讓它往正規的方向走也不能違法 請把SOP 請把它擬定好 最重要的是我們歷史文物古蹟的保存 維護是最重要的 1號這個標準作業程序已經給了他了 那麼另外一個大概是我們非常強調 他現在已經改了 他要不再用BOT把這個拿掉了 BOT拿掉了 原來有BOT把它拿掉了 所以他現在只有ROT跟OT 所以在這個時期接受了我們的一個建議 那麼我們現在要把他對他72個地方 要主意檢討 主意提出他個別的處理的一個 好 部長 針對財政部的這件事情 你說立場堅定態度謙和 這八個字也同樣適用在對交通部台鐵 這個整個台北機場的全區保留 既然是所有的文資審議委員一致通過 立場一定要堅定 拜託 謝謝 謝謝 謝謝何欣存委員 謝謝部長請回座 謝謝 謝謝